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小勤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首先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福茂今天在立法院在一起 再加上M503的这个航线 真的是抢吃台湾大内幕 怎么说抢吃台湾呢 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是 你M503的航线 你到时候民航机跟飞机 跟战斗机怎么样分别呢 还有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柯文哲的祖父 您看到的就是柯士元 那么柯士元为什么让今天 又再度成为228的话题 主要的就是名嘴 名嘴黄志贤他说 柯文哲在这次事件当中 是说谎而且捞油水 这样子讲是不是太严重 而且是让人家非常的难过 柯文哲怎么样回应呢 柯文哲的祖父 他那时候的确是被约谈了 结果抑郁而终啊 那死于肺癌 那但是死于肺癌 不是死于被砰砰 这样子就不能够难过吗 这个事情何必又要挑开伤口呢 还要告诉您的就是 瓷剂案件在今天爆发了 有永瓷剂跟反瓷剂的势力 还有私地主当中的运作 另外我们还要看 今天有彭自远方来 我们讲的是谁 我们讲的就是马云 马云说我带了上百亿 给台湾的年轻人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台大的副校长就说 不要把马云造神话 年代晚报也同意 不要把马云造神话 马云他来到台湾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今天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甚至连肯德基拒绝了 都能够找到工作 能够自己这样子创业 我们觉得他很棒 可是可是在这一切的一切 为什么是在今天 为什么在今天 大陆政协人大两会 开始的时候 来到台湾来演讲 他是要投资台湾的年轻人 还是觉得说 台湾的年轻人 已经被搞到只有22K了 任何一个人来 可能佛地摩来 拿了百亿基金说 我跟你做生意 我投资你 大家都说 没有关系啦 黑猫白猫啊 能够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真的会这样子吗 还有一个 大家说这是什么时候了 蓝绿和解 怎么又蹦出了这个事情 很多人把他当成是一个八卦吗 戴錫青跟许淑华的这个事件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 这个当中呢 这个照片据说是将近一年前拍的 为什么这时候传出来呢 是不是有所谓选举的阴谋论 但许淑华不是已经选上了议员了吗 他为什么又要去选立委 这当中的原因在哪里 好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元宵节要到了 元宵节 元宵节的政治活动 相当的受到瞩目 您可以看到的 这次元宵节要来见面 共同点灯的是谁呢 就是朱立伦跟柯文哲 他们要共同来见面点灯 而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说三月宵妈祖 对不对 那妈祖也要来开始进行上教了 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 是由马总统曾永泉 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在这里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是副总统吴敦毅跟胡志强在这儿抬教 但是去年的时候呢 四月六号刚好是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三一八学运的时候 所以王金平没有去 所以大家说那今年王金平会不会去 还有呢 去年呢 柯文哲他就是跟着妈祖来绕境 结果他选上了台北市长 他今年会不会去 到时候会不会演变成为就是 马英九朱立伦 王金平还有柯文哲一起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新闻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也非常的讶异 就是美食家含良入 他因为癌症过世 而且是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他只有57岁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有子宫颈癌只发现两个月 我们都知道要做子宫颈癌抹片的检查 但是您知道吗 子宫颈抹片的检查 根据我的了解 医生告诉我 你要连坐三年才有弄 你没有连坐三年 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诊治 这整个的状况 当然讲到这里 大家还说 还有什么新的新闻发生 要告诉大家 郑宝钦 郑宝钦 奇怪他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桃园航空城的懂作吗 传出来他欠税被禁管的这个消息 他很生气 他说这是子虚乌有 他出示了护照 我去年七月还去泰国 十月还去中国商务考察 怎么可能欠税呢 但是国民党的桃氏议员黄婉如就说 他欠税4000万被限制出境 然后郑文灿呢 他就说如果真的欠税被限制出境 他就立刻撤换 这个部分他否认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去年有出去 那今年状况如何 被限制出境 是不是在今年 到底有没有欠税 这可能在今天都会有发展 劲爆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到呢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您可以看 在这整个状况 228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 黄伟泽的妹妹 黄志贤 他又来讲到 柯文泽 真的有消费228吗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演讲 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 无限上刚他的悲伤 那但是已经表现相当不错了 可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挑起这个话题呢 我们既然要挑起话题 我们就来看清楚 不能说你这个228 是被这个所谓枪毙的 你才是所谓的受害者 有的人被约谈了 造成了后来的疾病 或者是抑郁而终 算不算呢 那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真的要吃掉台湾吗 M503的航线 使得今天立法院的正式开议 福茂要再起的时候 都出现了40分钟的空档 我们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重点当中 大家就说 在昨天的大和谐的 不管这场秀还是事实之外 今天立法院是正式的开议 而立法院的正式开议当中 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在今天的三个现场 哪三个现场 您可以看 一个是在原山12楼 马总统在这边 一个是在立法院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朱立伦 所在的新北市镇的会议当中 我们先看到 在今天9点半的时候 马总统在原山庆祝观光节 大家问他说 党籍案放下了吗 朱立伦强势啊什么的 他都说谢谢关心 谢谢关心 但是他今天两场 一个是9点半的原山饭店 他说观光客参加 大家以为是陆客 其实成长最多的是韩国 另外呢 在另外一个场合 工具机展 10点半 他说 哎呀 透过ECFA来降关税 迈向兆元的产业 所以讲了半天 马总统还是在乎ECFA 对不对 还是在乎服貌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这到底是一个好的局 还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马总统面对这个 仍然在力挺ECFA的时候呢 王金平在立法院这边 他说了 传出消息说 哎 大陆要找王金平去访问 那王金平准备好了 他就说 没有 我没有去 因为他我有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没有 我就不去 四个条件 哪四个条件呢 国家需要 人民接受 立愿决议 还有对等尊严 那讲到这个 他就是不去了 但是有人就说 怎么搞的 马英九想去 没有去 结果是王金平要去 这又触动了敏感的神经 可是更敏感的 我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 古尼也许真不是318事件 就是因为半分钟 要冲这个 我们讲到福茂法案 眼看着又是三月了 眼看着今天立法院又出来了 眼看着毛治国说 他还是要过福茂跟自经区 结果在今天在现场 有人台联的人士 就在这里来抗议了 台联的立委抗议 背隔40分钟 毛治国没有办法上台 主要的原因不是福茂 而是M50商的航线 因为呢 在今天罗淑磊说 你不要闹了 但是台联的周妮安说 这不是闹啊 这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啊 因为大家我们等一下 会讨论到这个部分 你M503 我本来上面 台湾上空是净空的 你现在有飞机可以飞了 你现在说是民航机 我怎么知道你是民航机 还是战机啊 总之没有飞机飞 现在就很多飞机飞了 怎么办呢 好 今天呢 就来看到 这样子党了40分钟之外 稍早的国事论坛 9点的时候 还有个话题 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呢 费洪太批 蔡英文不该让台湾空转15个月 自经区无关蓝绿 长照法不要再党 但这个部分 民进党也是非常之反弹 甚至啊 他一刀出来说 我干脆来一个总统交接草案 希望能够过 他说被党22次 他为什么要总统交接草案 他就是要断马英九的手脚 就是说呢 你看守期间啊 你的人事 你的政策都不能够动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就说 那到底马英九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朱立伦今天啊 在这个新北市的市政会议 他就说了 扬年大家团结了 不要这样 但是他跟毛毛治国看法又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就看立法院今天的情形 朱立伦说修宪是第一要务 毛治国他要推两岸监督条例 那到底是怎么办呢 到底这个部分要怎么办呢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 今天马英九被说到跛脚之外 他还内外交迫 为什么 今天有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官司啊 定验了 而且不得再上诉 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前台北市长 参选人之一的冯先生啊 冯光远啊 他说马金特殊性关系 这个部分呢 结果是无罪定验 高等法院说冯光远的言论 不是抽象性的谩骂 无罪定验不得再上诉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东西不得再上诉 大家说玄机在哪里 原来冯光远的文章说特殊性关系 他的特殊性是一个字 关系是一段啊 但是不论如何 这样一个消息出来 对于马总统现在在跛脚的时候 真的是相当之不利啊 相当之不利 那么我们就扩 其实啊 今天这整个503的部分 马总统从来没有说很高兴的接受 他说虽不满意 但是勉强接受 可是我们66年 从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之后 66年的海峡西部上空 整个防空就已经踏破洞了 大陆现在说 我不要那么过来 我再退个六海里 但问题是 你吃东西 你咬一口 咬大口 咬小口 都是咬一口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大家很多人说 北京已经让步了 大家不要这样子 现在在炒503 是不是北京让步或台湾让步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本来呢 空中是没有飞机 现在有飞机就是了 那你今天也不能像很多 有民进党的人士 或者民嘴在那边 三风点火 我真的坦白这样讲 他说不行啊 不行啊 可是我要讲了一件事情 不行怎样 你不行要跟人家打仗吗 这就是什么 行事比人强 而且不只是503 今天我们的标题是 M503跟福茂都要吃台湾 福茂自今去M503 都是逼台湾开门 你不开门 我就叫你开门 怎么办 行事比人强 好 我们在今天的报导的时候 先来告诉大家 行事比人强 马英九朱立伦也是这样子 但是刚刚 就是国民党籍的这个李全教 他的二哥 批国民党是烂权积压 而且他骂的是谁 他骂的是朱立伦 是这样子吗 朱立伦能够挺他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今天这个世界 好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但是在今天的立法院当中 甚至听说 好像有蓝白 不是前一阵子 我个人觉得蛮无聊 就是一个洋装 到底是蓝色黑色 还是白色金色 在那边讨论 你是没事情 因为美国时间 你是很硬的 都不用贪钱吃饭 我觉得那是没什么问题 现在就在说 我们现在最大的事情 就是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在各方面 大陆就是靠过来 你不能亲门踏户 你不让他亲门踏户怎么办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 就在这里 我们要跟他表达 我们的抗议 但是大陆听不听你的 我们有没有方法 我们当然要想尽方法 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 就说 这只是第一步 这只是试金石 他过来这个以后 他还有下一步 他到最后就是 一步一步把你吃掉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特别年代 把我找出来这个资料 大陆从海中从空中 要吃我们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范围 不是第一次了 好几次了 你先从这里来看 M503 现在说是非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是非等不等于非 是非就是等于非嘛 你不非怎么叫是非呢 那我事到最后 就是跟试婚一样 我好的话就结婚 我不好就跟你分手 但是你认为 道口的肥肉 大陆会跟你分手吗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就是在今天 可以说这个消息 昨天晚上 年代晚报有预告 在晚上七点的时候 民航局跟陆委会 开了记者会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这个字有点小 我们请摄影大哥 zoom in一点 你可以看到 中国同意把M503的航路 在实际飞行的时候 在西移六海里 而且延后启用 最近把距离海峡中线 19公里 这个三条线 W121 W122 W123 他现阶段 不起用不实施 这都是骗我们的 为什么 这就是说好听话 我现阶段不起用 我现在占颜 但是我开始是非 就像我们常常去 买一个店的东西 那个店说 我现在是试开 对不对 我的店是试营运 我还是照卖 我还是照赚钱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试营运 类似的这个情形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这儿 就在昨天晚上 九点七点以后 九点 福方人士怎么回答 他总统对这个事情 非常重视 但是虽然是不胜满意 但是予以接受 然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你就看毛治国怎么讲 他说对这个事情 并不是非常满意 但是如果可以 再往西移更好 但是在维护国安之下 非安之下 对这个结果 勉强接受 大家都说勉强接受 可是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路线 然后请摄影大哥 再zoom一点 这个图非常的小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海峡中线 对不对 我们的海峡中线 他就贴着我们的海峡中线 这个紫色的地方 来靠近有一个M503 那现在我们叫叫叫 他就西移六海里 到这个地方 大家很多名嘴 今天下午也在讲 立委也在讲 你为什么要 一定要在海峡上空呢 你能不能够在你们大陆里面呢 他们又说不行 大陆里面有军事设施 有他不让我们飞 那不让你飞 你就要飞到我们海峡上空 这个借口好像也非常奇怪 但是我必须讲 马总统已经说 勉强可以接受 那已经定调了 你为什么不讲说 我们要研究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 尽量还是怎样 所以昨天这个消息出来 大家觉得说 还好大陆有让步 但是仔细来看 根本不算什么让步 因为呢 我们严格来说的 海峡以西这个地方 上空在过去的共识是 这个地方是没有飞机的 所以你现在有了民航机之后 我的台湾的这个战机 我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升空 我升空预级的时间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 你是民航机还是战机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今天立法院刚刚就说 有这么一个不满的抗议 然后我们再来看大陆方面 今天也开了记者会 他说M503的航线 不是战不实施 而是延期实施 就是我会实施 只是延期 那目前的 像这个航路 非常的拥挤 没办法啦 每天有1400多加次 没办法 这是他们的理由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退役的军官说 你这样子 从海峡中线分离 我们的空房预警时间 从原来的20分钟 缩到10分钟 甚至有的说5分钟 我想请问你 一看到大陆飞机来了 5分钟要升空 你来不及了 你来不及了 真是来不及 那我们就想说 那你就想 不会啦 大陆不会打我们啦 你看那个马云都来了 那最后是这样 不过话要说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不要 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银子 去买武器呢 对不对 你买武器 我认为也是为了预防 我们现在很多 也是为了预防的想法 所以网友有人就说 你根本是送礼给中国 不生肖却是非 这不是一样吗 那我今天要特别来讲到 过去的例子 你看哈 这个是中国南海的九段线 这几个所谓的九段线 从台湾到南沙群岛这里 有两个地方 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 这个都是大陆认为 这是他们的领土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鼻子摸摸嘛 以后这里可能很多地方 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了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请摄影大哥 也认命一点 这个地图的这里 为什么这样讲 总之就是很清楚的 这是我们的 这是日本 绿色是日本的航空线 蓝色是我们的航空识别区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块都是我们的嘛 但是大陆的红色就画在这里 所以它跟我们有重叠啊 它跟我们跟日本都有重叠 就是这里 就是上一次在1953年的时候呢 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动放弃 中华民国所谓十一段线 然后2011年12月的时候 他又刊登文章说 西沙南沙是他的 那这个是在2013年 11月23号的时候 他片面 而且在这个飞航区当中 把我们的钓鱼台画在里面 但钓鱼台大陆也认为是他的 好 现在情势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 现在也不是不理智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现在真的要 好好的来处理 要不然呢 今天呢 他吃你一寸 明天就吃你一丈 那当然有我看到下午看 谈话性节目有人讲到说 这个M503航线就跟性骚扰一样 他碰你一下 你不拒绝他又再碰你一下 其实我觉得 倒也不见得说 一定是性骚扰 可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大陆方面 你天空这么大 没得飞了吗 你不能够顺着沿海吗 你为什么要贴着海峡中线呢 那我们今天来讲 也不能骂马英九总统 我觉得大家都说 你这样子情门塔好 不可以 我就要问你不接受又如何 说真的 今天马英九不接受又如何呢 所以今天年代晚报 我只有一个比较 肉咖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 我不满意 但是我就算要接受 我不会这么快就跟你说接受 我接受的太快了 还有今天来看到 马云来到台大演讲 还有今天M503达成共识 还有刚好今天大陆的政协会议开幕 你说巧不巧 怎么都在今天 这一切的剧本是不是就为着大陆今天的两会正式开始 交出一个成绩单 表述说 大陆方面跟台湾 你看我们又更进一步了 我们把他海峡西岸的天空给吃了下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在今天立法院的反弹声音 还有毛治国怎么说 那当然基本上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并不满意 那不过呢 我想就是说在这个维护 非常安全跟国安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认为说 我们这个勉强接受 这样一个结果 他们还要经过这个试飞 他要去测 那个测试机要去 要去飞测 必须要经过飞测 然后才会后面 才会去执行这个实际上的飞行 我认为整个行政院是在无可奈何之下 在中国的强势阿爸的主张 才做出这个逆来最秀是这样子吗 可是今天说真的 我们真的大白话 我们不用自己骗自己了 今天如果说 你要求马英九总统拒绝 好那他拒绝 然后呢 然后到时候 3月5号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战机给他升空 然后呢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 就要来去像那个当时 日本的打仗的时候 让那个临时战机 大家要训练飞行怎么样 这个作战是这样子吗 当然大家不希望这样子 可是呢 你如果跟对方讲理的话 如果大陆方面 真的重视到台湾民众的感情 他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你这样子做 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想法 就算是我们以前的政府 真的是很霸咖 我们报告一下习先生 就算是以前我们的马政府 很霸咖 在你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及时的反应 那是他的错 那是他王擦蛋 但是今天民众的感受是 我们之前不知道啊 我们今天知道了 我要跟你讲的是说 你刚才一直步步进逼 那你还要怎样啊 下一次就是把你的国旗 就插在我们的101上面了 我今天要来看到的就是 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个道理 很多事情不可以神话 比如说耳巴 比如说慈悸 慈悸在过去来讲 是一个不能够碰触的 一个神圣的一个招牌 但是最近呢 因为内湖的这个地 好像被打到也有一点太不堪了 那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 真相在哪里 今天有个最新的内容说 过去他们查慈悸的帐 可能是每三年一次 现在每一年一次 但是又如何呢 慈悸之外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慈悸们呢 是不是不是只有佛教呢 而有所谓的天主教 基督教都有呢 大家都要来看嘛 你可以看到 慈悸爆发所谓的 这个私占国有地的这个部分 对他们来讲是 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呢 现在呢 有人就说 世昭会一直出来吵 一直出来吵 反正变成了 柯文哲的时内谱 时内谱是谁 我今天花了时间问一下 我们的制作人又鱼 时内谱就是当时 在哈利波特当中 来我们摄影大哥 带一下这个时内谱 在哈利波特当中 大家以为啊 他是坏人 结果他真正帮了 哈利波特 也就是说 世昭会好像在骂柯文哲 结果帮了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这整个事情 把这整个慈悸的事情 掀开了 真相只有越变越明嘛 那你可以来看到在这里 后天3月5号 怎么又是3月5号 又是元宵节 礼拜四早上的9点半 台北市的都委会 就要来审议这个 慈悸内湖的这个案件 这个公文在这里 就是全市性的保护区 通盘检讨 不是只有慈悸 其他相关的保护区 案子要开发的都要讨论 这里面含了慈悸的内湖开发案 副市长是林清荣 那这里面是按照什么 都系法 都系法第27条 第一款第三项 就是说 当这个直辖市 县市的政府或乡镇市 来看看 你是不是按照状况 要讯行变更 还有就是要因应国防需要 或经济发展的需要 才要做 所以呢 内湖这块地 有没有国防或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不是的话 那招牌可能会有变化 你可以看到 本来是内湖的 本来是慈悸的这个内湖园区 他春节前是这样子 现在变成是慈悸内湖的联络处 而不是慈悸内湖的园区 为什么改名字 改名字是不是要改变开发的方式呢 就变成不再是慈悸的园区 而是变成一个联络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其实对于很多 像我自己娘家是在内湖 我对这块地方都还没有这么了解 原来看了这个图以后 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那您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很大 这个是大湖 来我们摄影大哥 这块是整个大湖的水域 大湖的水域这里呢 本来这个所谓的北基地南基地 这也是湖水的部分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成功路 开发了成功路这条路 成功路这个开发以后呢 是1973年 民国62年政府开这条路 业者就推山填湖 因为这里呢 有湖 这里有路 这里也是湖 干脆把它填平填平 就用了很多的大机具 什么把它填平了 这不是慈悸填的 这个填了以后有谁呢 原来这个北基地 大概是有两万七千多平方公尺 是大有巴士在上面 它铺了薄油 所以暴雨就没有办法 滲入地底 就会淹水 这就是一个 所谓水土保持的问题 这是大有巴士做的 然后呢 南部这里呢 原来是一个 福禄贝尔幼稚园园区所在 这里没有什么水泥地 但是呢 也是会非常的荒废了 那这两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当中 其实这上面是 顺向坡跟浅层的破碎带 都在这里 所以你说是不是危险 因为他们说这块地势 是比旁边高 你这里又盖了水泥 你雨水到了这里以后 你没有办法下到水泥 你就往旁边流 这旁边是什么 捷运大湖公园站 都在这里 房子都在这里 世昭会说 正言法师跟我讲 他们确实得罪了一些人 因为有一些私地主 希望并在一起变更 但是正言拒绝了 可是高嘉瑜他就说 你现在会造成破窗效应 你不能说地主 保护区的地主 只要把这个地卖给宗教团体 你就可以规避法令 就可以开发 这倒也是 你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地主 把这个地卖给了慈祭吗 1973年七星农田水利会 就有卖了 卖了什么呢 这个是就是说 中性地主跟许性地主卖的 那卖了以后呢 因为是社福开发 所以不需要回馈给政府 那我们再看在这里 这个地方也曾经有人 弄一个铁门 占有国有地 占有国有地 结果被告 这个人是谁呢 他占的这块 是在大湖段的一小段 131的地号 是一个已故的 情性的慈祭志工哀告 后来是不起诉 那他也过世了 那后来国有财产局更逗了 因为这块地 是慈祭的志工的嘛 那国有财产局就觉得说 反正旁边都是慈祭的地 买下来了 那我干脆就卖给你好了 所以里长很生气说 国产署有没有办 卖地说明会 北市都委会 还没有通过开发案 我真的是气到吐血 他是这样子讲的 那卫生署说 以后这个开始来查账 他们就是每一年查一次 那许长德说 大家对慈祭的批判 很温柔了啦 你现在赶快来改革的话 是也还是不错的 可是讲到这一点 今天就扯到了什么 慈祭内部有所谓的鹰派 鸽派吗 还有所谓的 其他的宗教团体 在打压慈祭吗 真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个呢是在3月1号的时候 试招会下面有个小编 叫做瑞轩帮他贴的 他说我不是试招会 我是代贴的 他要揭开圣母医院新闻的背后 他就说台东圣母医院的募款 被勒令停工了 那柳林伟为什么还要帮 罗东圣母医院来违法招揽 那个所谓的募款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真的变宗教大战了吗 你那眼包不希望发展到这样 可是变得比较什么 佛教跟基督教吗 是这样子吗 而且烧到了柳林伟 他说为什么柳林伟专门成立 团体募款 这个柳林伟在警大或社运蟑螂 被警大勒令退学 你这样子是不是涉及到人身攻击啊 然后柳林伟成立的卧槽 他一个人董事20万 资本额却是2000多万 这三篇文章都是锁定在哪里 都是锁定在柳林伟的身上 柳林伟今天就说 试招请直接去告 让检调还我清白 指控是邪恶教会主导 点名圣母跟圣宝路 引起宗教大战 假账号抹黑 实在不足以敬称法师 或者是比丘尼啊 他讲的这个话是没错 大家该查清楚就怎么查 怎么查到最后变成了 是在讲什么 什么教什么教募款怎么样 我是觉得什么教都可以 都是做善事 大家都可以捐款 那我们来看看呢 柯文哲在228的时候 讲到伤心处 相信他对慈祭 对于宗教有一番的体悦 他说 我在228司局的附近 我不要以后再失去而止 我们看到他这个难过的情形 难过到他手上有鼻涕吗 不是还有卫生纸 所以好多人还做了文章说 怎么没有跟马英九握手 其实我觉得握手本来就是这样 握手你跟我握手 假如男生跟女生要求握手 男生先出来是失礼 要看女生先伸出来 你才可以伸出来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重点 我们讲到228的部分 怎么在今天 今天几天 今天是3月3号了吧 228已经过那么多天了 怎么又延伸开来 名嘴说 柯文哲 他是说谎 然后又扯到228 我是觉得这个标题太over了 我真的是觉得太over 你可以表达你的疑虑 但是有必要这样子吗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可能还会引起另外的效应 但是柯文哲今天 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道柯文哲 他的祖父是费结和过世 228的时候有被约谈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黄志贤就说 柯文哲是捞228的油水 感觉说到这样 3月2号的时候 他昨天晚上po文 他说我们对人家的先祖 应实尊敬 对于柯世元先生 在日记时代 努力往上爬 成为黄明化的家庭 我不愿有丝毫的批评 但是对柯世元 深圳的孙子说谎 我们要质疑 到底说了什么谎啊 他就说呢 这个部分呢 并不是死于228 那我们来看到 柯文哲在不同时间跟场合 有怎么样说过 他说他祖父在228失去了生命 因为228失去了生命 在228失去了生命 那他说被国民党抓去关 打成残废 回家卧房 三年后过世 这是事实了 228之后平白无故 被国民党抓去关半个月 回家浑身是伤 躺在床上 三年后因为肺结和过世 我祖父被国民党抓去打 回家后一年就死 这是我们过去找出来 这是真的有这样子吗 我祖父在1954年过世 国民党来了之后 在228事件中被拘禁了三天 被殴打成残废 回家后 卧病三年 抑郁而终 或者是说 他祖父清香的时候被抓 回到家卧病三年 感觉起来就是三年三年 他这个回家后一年就死了 他可能被国民党去抓 可能他讲的回家后 是某一段的回家后 应该是讲三年 但是我们来看到黄志贤的这个质疑 我们公平来讲 就看看他说的什么 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黄志贤的质疑就是说 他是什么时候被传讯的 是1949年 1946年 还是1954年 第二个 柯世元到底被抓去多久 他说柯文哲有讲三天 15天 30天 还有他是被传讯回来之后 多久以后肺结和过世 一年或三年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问题之外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发生的 那柯文哲主妇究竟是1950年过世 还是1954年过世 好 这个他的疑问 那为什么228纪念馆的受难者名单 原来没有他 却后来在当选台北市长后 增加了柯祖父的名字 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部分呢 大家对于过去的历史 228来说 这是一个伤口 这是一个伤口 不需要大家再去撒盐 但是每年到这个时候 的确 执政的政府要道歉 的确 受难者的家属 要来被大家来平抚来道歉来安抚 就像柯文哲那天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 他说 他妈妈也讲说 希望慢慢的一年一年可以淡去 大家可以这样子 可是怎么在这个时候 又挑起了这个话题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说有一个人啊 网友他也在这儿讲了 是不是引起大家讨论 他就说啊 有人讲说228是1947年啊 黄志贤连228的时间都搞错 他是这样讲的 1947年那怎么可能 1954年被传讯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还有有人网友爆料说 亲戚也在228被传讯 一天就回来 可是说没有怎样问一问 只打了一针感冒疫苗 隔天就过世了 这是不是影射 这感冒疫苗是怎么回事啊 而是段怡康讲的什么 他说 当我们回顾这个台湾人民 集体受害的过程 最无耻冷血的作为 就手上拿着耻 去丈量受害者的伤口 然后如获至宝的宣布 哈 你们看 他哪里有这么悲惨 我今天好奇的就是说 为什么黄志贤 过去我有在节目当中看到他 他有他自己的立场 可是他也是非常理智的一个人 怎么会隔了这么多天发表 在昨天晚上发表了一篇 228的部分 然后来批评柯文哲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实在是不知道 后来我们再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 话说到一半 柯文哲哽咽到无法言语 228纪念日当天 以受难者家属身份代表致辞 树洞难过落泪 但这几滴眼泪 如今却掀起振振波澜 纪力委蔡政员之后 作家黄志贤也在脸书po文 批评柯文哲对于祖父受迫害的情节 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分别说了七种版本 根本是在说谎 同时还针对矛盾点提出六项质疑 和五项结论 认为各版本之间 柯文哲祖父不仅被传讯和入狱的时间点对不上 死因更是在228事件后 因为染上肺结核病逝 替他戴上受难者的帽子实在太过牵强 简直是想趁机捞油水 事实上柯文哲的父亲的祖父 本来就是因为228受难之后 然后被羁押之后 回来之后就卧病在床 所以说这何必要去挖别人的伤痛 黄志贤的说谎论 不只自己哥哥认为不妥 立委段于康也在脸书炮轰 这种冷血的评断方式 无疑是见烈欣喜 不过身为当事者的柯文哲 反倒很淡定 很多东西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其实对我来讲 就希望说那个故事就是哭一哭 然后就把它 让大家从此往前看结束掉 我后来发现我哭我爸爸就不会哭 历史就是让他有一个结束 然后大家往前走 语气轻松 柯P希望大家往前看 别因为几滴眼泪 模糊了228的历史意义 记者综合报道 而讲到这里呢 大家就说往前看 可是呢 如果说感情当中出现了所谓的疑似第三者 是不是伤脑筋 既然我们讲到周刊王的这个封面 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八卦新闻 他应该讲到说 这个到底是否属实之外 还有一个就政治的这个意涵到底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幕是怎么样 当然有些人就消遣说 这是一个蓝绿和解 可是到底周刊王拍到了什么 到底旧的照片 为什么现在公开来 你可以看到周刊王 他出来的就是讲这两位 这两位一位是民进党议员许淑华 42岁单身 一位是国民党议员戴席清 49岁已婚 他是国民党北市议员 而且是北市议会的副书记 他们两个都是松山姓义区的 那今天呢 许淑华发表三点声明 他说不清楚戴席清的家庭关系 还是说不清楚他是否已婚 他讲家庭关系 我就想了很久 这什么意思 第二个跟戴席清是公务往来 而且可能跟选举有关 为什么我们先来看到 你可以看看 在这当中 九合一之前 那个时候传出来有闹婚变 但是他太太还是帮戴席清来参选 戴席清他是倒数第二名 我这样讲会不好意思 用查了要精准 Precision Journalism 就是倒数第二 但是还是上榜 就是选上了 那这个密会一是什么呢 密会一这个是在某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钱贵KTV 不知道哪一家店的门口 他超商买饮料 坐上戴席清的车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图说话 我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 他说等红灯两个人剪影重叠 然后他靠在他的肩上 我的天啊 是我们的话速不好还怎么样 其实就是这样拍到 然后他又靠在戴的肩上弹心 好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跟他们说 不是雅琴姐八卦 我说 我实在眼力有问题啊 我要看一下 这到底哪个 我真的到现在还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哪个 哪个是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剪影这里 就是说 可能这个是头啦 这个地方 这个是头 这个是头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可是 是 导播说是 我跟你讲 我觉得有点像异形 好不好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也许他们看得出来 他就这样描述 还说这里有空隙 干嘛干嘛 好 我觉得这个好 好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2013年某次公开活动后呢 两个人同坐 同坐又怎样 然后他先走又怎样 晚上参加饭局又怎样 两个人在和平谈心 这个可能比较有问题 在车上讲什么 然后走的时候 他大概坐了一会儿 他就送他回家 是女的送男生回家 同事嘛 也没什么 可是我觉得周刊王也很扯 他故意说 他整理他的裤子 我觉得这有点暗喻 但是我觉得裤子 有时候站起来的时候 整理一下裤子 这也很正常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某一天 他就这样子接他 然后四个小时之后 就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来看看两位 两位女子 其实他的戴琪清的太太 你看很漂亮 他以前是这个空姐 他跟戴琪清是在大学 溜冰社的时候认识的 而且呢 他一个是社长 一个是副社长 名字叫Gina 以前是空姐 那42岁的许舒华也很美 他现在是单身了 许舒华就说 他刚好是党内 他想要选立委 传出党内有心人士 故意的操作 党内有心人士是谁呢 我们就看看这三个 这三个都是他同选区 许家贝 张茂南 跟洪建毅 那到底这三个人谁 不知道 但是不论如何 许舒华说 他要出来选立委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这个事件 真的 老婆今天都没有现身 戴琪清今天也没有现身 但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这里 许舒华他有声明说 他不清楚 戴的婚姻关系 这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 以下报道 议员会过来吗 所以你们都没有 连到他议员 对啊 他今天会进办公室吗 我不晓得 议员人在哪连办公室 主任都找不到 戴琪清神隐 因为遭周刊爆料 和绿营美女士议员 许舒华 疑似过从甚密 去年底周刊拍到 两人三度私会 一度在车上待了90分钟 甚至投影交叠相当暧昧 这样的蓝绿和解 好像不太寻常 同样不见踪影的 许舒华发出声明稿 强调与戴议员之间 来往互动 仅止于政策和选区 相关地方议题讨论 许舒华替自己喊冤 不过他和戴琪清 在市议会的研究室 只隔三间办公室 议会同人的确看过 两人同进同出 我看这周刊不错 男的帅女的美 开议那天好像 是从那一天 好啊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这里 大家讲来讲去 那这样子如果说 按照同一个房间出来的话 那我们在同室里面 在同一个办公室 常常也会同一个房间 同一个办公室走来走去 所以大家想说 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就看看 这个事件的发展 比较值得重视的是 为什么是民进党内部的人 至少许舒华认为是 民进党内部的人 放这个消息 为什么许舒华 他不是刚刚选上了议员 他为什么要选立委 这是大家非常好奇的 这个地方 还有为什么戴錫青 都没有出来 讲到这个我们再看 也是为什么 今天不是大陆的 这个政协先登场 然后再来人大 所谓的两会要登场 那昨天不是为大家报道的 就是大陆有这个 前中央台的主播 柴静做了一个 穷顶之下的报道 讲到埋害的这个部分 现在好像被撤了 有人说呢 点阅率快速破译 抢走了两会的风头 是抢走两会的风头 还是说呢 这到底是能不能播出 可是今天能不能播出之外 我从这个事情 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 也跟我一样 也是想到说 我们台湾到底 有没有什么PM2.5 好像没有 我们PM2.5 还没有完成建构 可能要到明年才知道 到底是怎么 而且好死不死 大陆的埋害又要来了 环保署说 今天中南部空气品质很糟 PM2.5 系的悬浮为例 最为坏等级是紫暴 南投的竹山 高雄的复兴站 测出深宏等级 高雄前镇 还有云林麦聊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看 在这里面来研究的 台湾方面 你看看 最好要戴口罩 少在户外活动 PM2.5的系的悬浮为例 台湾的标准 其实三成 30%是来自于中国的埋害 每一年的11月 到隔年的3到4月 就是现在空气当中 什么叫做PM2.5 空气当中直径 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 只有头发的1.28 比头发还细 台湾的PM2.5 主要来自于沙尘暴 汽车的废弃 机车的废弃 工业污染 随着呼吸入人体 引起支气管炎 气喘 还有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还有肺癌 好我就说 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不是非常恐怖吗 那环保署说 2016年 2016年是什么时候 明年 要划分PM2.5的防治区 纳入固定的污染管理 预估西半部变成 不符空气品质标准的 三级防治区 那大陆你知道吗 大陆是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开始在落实 所以没想到 在空气污染的时候 我们也是落后在大陆吗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捷运 他们怎么样量 这个PM值来讲 PM2.5对于心跳速度的影响 步行的话影响最大 步行者心跳变慢速度 比捷运足高8.9倍 所以要很小心 可能会猝死 那我走路本来要运动的 结果变成可能猝死 那不是伤脑筋吗 所以大家讲说 医生怎么说 民众上下班时间 要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在交通尖锋时段 少出外来活动 那N95可不可以 还好至少是个好消息 说N95可以来防堵 讲到这个 大家就说 真的是PM2.5的状况 那马上 我很好奇 马上元宵节要到了 大家出去的话 闻到那个炮火 烟火会不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 马上要登场的元宵 盐水炸风炮 谁看到呢 他们就在现场的 这样一个情形 真的是在现场 来炸天灯的这个状况 真的是很特别吧 好 另外呢 讲到很特别 我们还要来告诉您的 政治人物到底怎么做呢 政治人物 现在就说 双北论坛是在元宵节登场 你记不记得 2月27号的时候 平息论坛 马英九缺席 朱立伦担没人 但是现在 柯文哲跟他3月5号会去 但是4月 萧妈咒 萧妈咒呢 马英九跟曾永泉 在去年的时候 是台妈祖上教 那今年是谁呢 我们再看到 今年会不会见到 柯文哲 马英九 还是柯文哲 王金平 还有朱立伦 会不会来 大家都来 那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大和解了 那过去来讲呢 像是王金平 马英九 都会合力台上教 那现在呢 2006年3月25号 朝野大合作 你看 格魁苏贞昌 清明党主席 宋楚瑜 立法院长王金平 妈祖都会促成大和解 不知道今年的妈祖 会如何 不过我们先看到的 倒是在礼拜四的 朱立伦 柯文哲 放天灯 持续的在进行 就是就 双北线在业务上 让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议题 我们共同来讨论 毕竟关心到两边市民的权利 五号就要正式成立的 双北合作交流平台 将会针对议题属性 分成不同的组别 进行跨域合作 交通的议题 教育的议题 或者是民生的议题 好我们看到的 就是呢 这次要来大合作的 真的变成了 马朱没有一起点灯 反倒是 朱科一起点灯了 国后就回来 为什么有很多政论评论家 或者包括南方硕在内 都写文章批评马英九 而且整个马英九 跟这个所谓的 因失路有什么关联呢 表示说现在已经僵化了吗 没有权利了吗 如果没有权利了 那大陆要侵入到台湾 或者各方面 入岛入户入脑怎么办呢 光就回来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还包括了 就是大巨蛋的这个部分 大巨蛋的部分 今天有什么样的发展 以及今天的新闻 跟这个电影大澳有什么关系 跟福山雅治有什么关系 跟当时民国38年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有什么关系 现在大家都说 这个中战70周年 抗日战争胜利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功劳 日本人还要来改这个历史吗 你看看大陆连红高粮 这个连续剧 莫言的红高粮都拍出来了 证明当时是要来纪念 70周年的日子 可是大陆他们要办这个阅兵 台湾却是很低调 到底为什么 我们稍微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大家都在 好像看 马英九 朱立伦 王金平 怎么样怎么样 但朱立伦昨天已经说 王金平的党籍 也不会送什么白纸黑字了 总之就是不承接 不撤回也不在意 大家也不用再问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也算是过去 就先让他过去 现在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的问题是福茂马上又要回来 福茂又让我想到去年的318 那318维利院又会再次发生吗 而且另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呢 福茂卷土重来的时候呢 还同样的有谁来呢 你看看立法院之外 大陆刚好是两会的开始 然后另外呢 马英九在这个台湾啊 观光节的庆祝大会当中 也在说到当年的ECFA 所以这个铺陈会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今天有一个人来 这个人呢 就是马云 马云不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但是马云呢 他的动作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这个too good to be true 的意思是说 就是 我不要讲太多 这个英文的解释 意思就是说 他跟太好了 好到很难成真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当然就想说 这到底原因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的 马云这次来台大演讲 座无息息啊 2400个座位 座无息息 郭董也在现场 坐在中间第一排 他说从梦想到成功创业 但是马云呢 他说 见过太多创业的人呢 只想做 但是呢 不行动 马云是谁 大家知道吗 阿里巴巴吗 你有去淘宝买东西吗 就是他嘛 然后你在看到 见过太多想创业的人 想做不行动 所以他就这个说 你试试看 呼吁年轻人要坚持 自己的梦想 创业三大要素 乐观主义 检讨自己问题 超越一般人的坚持力 其实我觉得他来讲 是蛮好的 对年轻人是个鼓励 但是我有三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 他真的拿了100亿 进来台湾吗 第二个 你拿了100亿 我去创业 我要挂在你阿里巴巴下面 那我要去大陆工作吗 还是我在台湾 但是我的老板是大陆人 也就是真的 吸收了台湾精英吗 第三个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 有没有统战的想法 你不能怪我 我真的是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 拿出100亿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以看到今天现场 有台大师大 台科大 三个学生代表 那他有六大问题 第一个 台湾人工作表现 台湾优势劣势 创业中的心境 家庭期待跟自身冲突 创业可行怎么评估 团队分歧如何决定 他附送的100亿大礼 投资台湾年轻人 新创业事业 他说第二次海外投资 是比香港多了2.5倍 但是我还在想说 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好野人 怎么没有人想做马云 这样的一个事情 怎么会使用马云来找我们台湾人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这也是在思考的这个部分 那您可以看到 今天有人说 哎呀阿里巴巴有问题 他这个被台湾罚 他是中资 假冒新加坡 今天这个蔡振元有帮他讲 他说拜托好不好 副主席蔡重信是台湾人 所以你要不要算算台资 经济部脑袋太落伍了 那今天马云也说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 阿里巴巴被归为入资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认为他是新加坡资 他说第一次听到阿里巴巴 被归为入资 好但不认如何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之外 这个是所谓的 萝卜跟棒子 这个是萝卜吧 那棒子是什么呢 棒子就是航线 M503 我今天要说 M503的启示录 什么启示录 四个字 我不要猜灯名 四个字 弱肉强食 弱肉强食 什么是弱肉强食 你看看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在讲这个抗战 对不对 但是呢 陷入内战之后 民国三十八年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就当时的一些照片 但是我现在在想 我再也想不到 66年 民国三十八年之后 66年之后 M503打开了海峡上空的禁区 而且不仅仅是M503 像是ECFA 像是福茂 像是两岸自禁区 都是要进来 那其实我们在想 形势比人强 你记不记得 1900年的时候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在清朝的时候 你记不记不在日本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日举 板本龙马 那个时候 还有所谓的 德川家康的末代将军 德川庆喜 无血开城 大政奉还 他们就是怕陷入内战 他们就说 我这个将军不完了 我全部就还给天皇 为什么 他们就说 你要跟清朝一样 完全就会被各国来割据 所以那个时候 不是还有赌击吗 你们看连续剧 我怎么讲赌击去 总之 你就会记得赌击 你就知道大 你就记得 他说你不开城 也得开城 你不开城 我就要打你 所以现在M503 大陆对台湾 是不是当时的 所谓的日本的 明治维新 或者是当时的情形 对于日本的幕府时代 也是这样子 你不让出政权 我就要打你 我就要恭敬你里面 是这样吗 所以刚刚说 但是又何奈 抱歉唱一句 但是又何奈 但是又何奈 意思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吗 大陆今天真的两会开始了 而我们今天真的 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我真的觉得蒋卫水很棒 蒋卫水这句话来讲到 国民党跟民进党 同胞要团结 团结真有力 现在M503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福茂 还有自经区 还有他要把我们22K的年轻人 都给我们很好的工作 但是要在中国大陆 那未来会如何呢 我也不敢想象 我们来看僵尸片 好 现在是什么僵尸片 马总统变跛脚僵尸吗 台湾走殷尸路吗 为什么这样讲 先看看今天最新的状况 三军军官俱乐部朱立伦在这儿 他们没有邀请马总统 这个黄复兴党部说 总统不是党主席啦 这是我们党的活动 哇 那马英九在很近的国军英雄馆 也有一个跟余会的人士 有这个聚会这么近 其实过来串个门子也就好了 但是他说你又不是我们国民党党主席 所以马总统走上了跛脚殷尸路吗 你可以看到昨天下午行政的这个会 昨天这个会当中 潘卫刚说 马总统你要奋发 你奋发我们支持 不能像僵尸要有所作为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 马总统的官方脸书竟然还po说 今天是228事件 68周年我真的要昏倒 谁po的 可不可以吧 真的抱歉 你必须要被fire掉 你才太夸张了 3月2号po228 今天是228 这样子对吗 所以马维敏 苹果日报总编辑说 大是大非 讲得铿锵有力 做起来却是荒腔走板 你就是不分是非黑白了 像王金平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马英九的历史评价 在满分100分 只得到35分 哇真的是死当 他讲35分 但是我们来看到呢 南方硕过去认为是 马英九大哥的南方硕 他又写文章说 马英九是不是道德偏执狂 他说就像是五三思 五则天的侄子 我不知道谁善谁恶 但是跟我好的就是善 跟我不好的就是恶 所以南方硕说 马英九就是个道德编制狂 他为了追杀王金平 对朱立伦下指导棋 如果王金平更上层楼的话 他的政治生命 就会完全结束 所以呢 他要小心啊 他可能会变成真正的杀手 但今天我们还是要讲一点啊 我们说对日抗战 我们都叫对日抗战 可是你看啊 大陆九三军人节要破例的大阅兵哦 然后林玉芳建议台湾也要 台湾说不用啦 我就是办纪念活动 这是国防部的战力展示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要讲说 这个事情对日抗战的部分 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问题 当时他们两个有一起打 然后他们两个会有内战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主要是日本安倍 他这个跃跃欲试啊 他就是要修改他们的宪法 所以这当然很重要啊 所以马总统要硬起来啊 不能再僵尸啦 那你再来看到今天政协的开幕 于震生讲的话 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 所以习近平在安内之外 攘外 攘外就是派出前进台湾马云 文攻台湾就是张显耀案子 张姓台湾台商被起诉 再来武嚇台湾就是M503 我要飞 我就是要飞 你要怎么样 有人就说步步进逼 输到脱裤 现在是输到剩下内裤 是吗 我们来看 所以各位的高见啊 我都听进去了 深化联谊交流 加强从港澳台桥同胞 大团结 大联合 好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今天大陆政协会议 正式开始的这个场面 光周回来 我们进一步来看到 柯文哲 他今天真的是新闻的焦点 嗡嗡嗡之外 大巨蛋 他有最新的说法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柯文哲讲大巨蛋说 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但是安全第一 五个委员不公开 主要是可能全拆 就把述众回去 半拆就是体育展演的空间 可能只保留五分之一 广告之后 请回到现场